大家好,接下来我给大家读的这篇文章是20世纪的著名经济学大师卓越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同时也是哈耶克的导师冯米塞斯在1967年芝加哥大学的演讲录 今天芝加哥大学在庆祝其建校75周年的时候,世界上目前最强大的政治运动即马克思主义运动也在庆祝历史上的两个重要节日 100年前,《资本论》的第一卷出版,这是由马克思亲自审定的一卷的出版,也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基础 50年后,即1917年,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在当时被沙皇俄国所统治的广袤地区建立了起来 选择这两个重大的节日,对于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它仍将在现在世界的眼镜中继续发挥的作用而言,看起来是非常恰当的 卡尔马克思,中期一生只是在一个影响力微弱的小圈子里面才为人所知 而在他活动于其中的这个革命鼓吹者的圈子当中,他的政敌反而是要多于他的朋友 1883年,当他去世的时候,很多报纸甚至觉得没有必要报道此事 从结局上看来,马克思所有的经济和社会学说及其对历史的诠释已经被证明是不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巨大的斯布克党的成功,即在俄国和东欧其他的斯拉夫国家以及中国都宣称惨大了马克思主义纲领这个事实本身 就已经形成了对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原则的驳斥 因为根据这些原则,要么是全世界所有国家同时转入社会主义,要么是西欧和北美最发达的工业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 所有这些,还有更多的事实,都证明了马克思所取得的所有科学成就均属无用 但即使是人们都这么说,仍然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那就是这个一贫如洗的作家 尽管其名词不为同时代的大多数给人家们所熟知,但其思想却要比任何一种哲学更为深远地影响了历史进程 无论你怎么看待马克思,你都不可能贬低他在我们世界当中所发挥的作用 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领袖,或者也许是人类所知的最具影响力的政治领袖之一 文献是保存下了众多的名字,有时也保存下一些毫无影响力的空想家的著作 这些空想家热衷于设计地球乐园的各种规划 而所有这些规划的共同特征就是,这些乌托邦中的居民都必须无条件的 首先服从于其创建者,而后还得继续服从于其机认者 乌托邦能够预想到的结果,事实上就是在公众怀抱中的坚信状态 也就我们可以因其精神上的变态而原谅某些乌托邦作家 启蒙运动所产生的批判精神摧毁了所有无头棒的事项 当然也包括共产主义理想,而卡尔马克斯的作用就在于此 他传授了一种认识论,为这种生育扫地的理想 包括了一层死而复生的光环,便使其具备了 似乎可以稳当地抵御一切反驳的本事 这个马克斯主义理论可以归纳为三条教义 第一,只要社会主义还没有出现,人类就会分裂为 彼此间利益不可协调的相互对比的社会阶级 第二,人的思维总是要受到其阶级关系所支配 人的思想反映其所属阶级的特殊利益 并与所有其他各阶级成员的利益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当中 第三,阶级利益的冲突导致了无情的阶级斗争 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最广大最受虐待的阶级 及无产阶级的胜利 于是光明的社会主义时代就要永远地存在下去 正如这一学说所指出的 不同阶级的人们之间不可能存在对任何严肃问题的和平讨论 传授各种彻底灭绝或者是奴役战败者的全面战争的学说 然而还有一种学说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出现着 那就是认为没有人能够靠着损害他人而真正获得利益的学说 准确的讲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学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也已被一连串无可辩服的理性论证所证实 它正确的表明 所有的个人以及由个人所构成的阶级之间 其利益都是彼此修期相关的 而无论这些个体的阶级成员贴上什么样的阶级标签 然而所有这些为人类在社会窃口中得以开展和平协作 提供理论基础的努力 都由于马克思认识论的出现变成了徒劳之举 按照这样一种认识论 只要还没有彻底消灭剥削阶级 还没有建立起无产阶级社会 就不可能存在被所有理性的人们所共同承认的真理 只有阶级的意识形态才能存在 也就是说 这位思想家所属阶级的特殊利益 将无情的对抗所有其他阶级及其成员的利益 更不可能存在 对出自某位剥削阶级成员的思想体系 表示赞同或者反对意见的讨论 必须做的只是揭露其作者的阶级出身 然后毁灭之 马克思所有学说的根本料指可以说是这样 历史发展的趋势将不可抵抗的导致一个理想的 在所有方面都趋于完善的社会 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 而否认这一主张的人就是心存恶毒偏见之人 必须被无情的消灭掉 这些人的前途只有毁灭 而按照不可抗拒的宇宙发展规律 未来只属于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政治上的成功 显然也使得其他激进的团体野心复燃 其中却有社会主义的死对头 他们声称要用马克思为无产阶级所主张的手段 为他们的种族或者他们的语言共同体 而在全世界建立起专制霸权 在19世纪的自由主义时期 最为团结一致的自由主义团体 即曼什斯特学派 曾经预言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政策的普及 将会带来永久的和平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 对于制止战争这样的问题 已经不会再有任何的疑问 而整个人类也翻成了两个阵营 一边是厌恶一切战争和革命的阵地 另一边则是对本民族和种族要求和平 而对外国人则主张无情的全面战争的阵营 静谋运动哲学认为 其最值得真实的成就就是宽容原则 自由主义认为 一个人持什么样的宗教和哲学观点 政府是无权干涉的 他们同样极其的要求赋予每个人的选择权利 可以自由的选择 人们如何将自己融入社会协作体系的方式 古典自由主义时代伟大的理想就是自由权 就是每个人为自己的生活制定计划的自由权 而今天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所渴望和争取的 则是市场经济计划的代用品 按照他们使用这个字的方式 计划的意思是指 由他人所制定的计划将规定我应该做什么 以及如何做 我要过的生活就如同寄宿学校的学生 军队中的士兵 囚牢中的囚犯一样 我观看 听闻 阅读和学习的 都是我的上级认为适合我的 我将成为一架庞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 即转动的方向 得由当权者来定 只有一种哲学 一种思想体系 一种准宗教 可供人们自由的信仰和传播 任何背离这种教条主义信条的行为 都会带来灭顶之灾 于是马克思主义就成了 对所有关于自由和自由权理想的 最彻底和最无条件的否定 他不许可有对存在 持任何意义的权利 他力图灭绝任何 被他视为异端观点的痕迹 在此方面 他丝毫不亚于中世纪最黑暗时期的 任何一位宗教迫害狂 宗教法庭的审判官 或者政治迫害狂 然而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内在缺陷 马克思主义还是在今日的世界上 获得了强大地位 这是因为国务活动家 政治学家 以及为数中国的知识界和商界的人们 完全忽悔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最为明显的缺陷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议题 马克思说 社会革命的到来之所以不可避免 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 必然的造成工人阶级的悲惨 被压迫 被奴役 生活退化 以及被剥削的惨状 这种状况一旦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无产阶级就会联合起来反抗 剥夺及迫害者 建立起勇士不坏的社会主义体系 而工人阶级的日益贫困化 这个被指控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独有 将会导致巨大的社会灾难 由此将引发最终的彻底革命 而永恒的幸福社会也将由此诞生 我们先来比较一下马克思的这种无可智慧的预言 和一百年来历史事实的演变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谁都无法否认 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当中 工薪阶层的平均生活水平 已经得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和史料不及的改善 这个阶层舒适一人的生活 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中 哪怕是最富有的王公贵族都不敢想象的 马克思以及创建了类似的学说的其他给人家们 都完全错误的理解了资本主义的特征 这个特征就是 资本主义是为了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 而建立了一种大规模生产体制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 商业贸易主要服务于富人的需求 而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创新 则产生了服务于大多数人需求的各类工厂 例如纺织业和成衣业 根本不是先前那种 为普通人仿布织布 财检的手工匠生产活动的替代产物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 这样一个销售商品 给较低阶层民众的商人阶层还不存在 仿制业和成衣业的生产活动 取代的是家庭中女性成员的生产活动 在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 工厂所生产的消费品 几乎全部都是为了满足较贫困人口的需求 就是在今天 也只有很少一部分工业品 是被高收入阶层消费掉的 而绝大多数的工业品 都是由在工厂 商店和办公室工作的 同样的人群消费掉 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不可避免的日益贫困化 这样一条已被历史引人注目的证明为错误的规律 对于马克斯及其追随者来说 却是其学说两条最基本的经济规律 和历史发展规律中的一条 另外一条与之相伴的规律 其实早在马克斯之前很久 就被经济学家们称之为工资铁律 尽管马克斯出于纯粹的个人原因 不喜欢使用这个术语 但是他所有的经济学理论 例如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所阐述的理论 实际上都是基于这条铁律的 然而现在关于这条所谓的铁律 有两个相当重要的事实可以深说 第一是这条铁律在马克斯的资本论 尚未出版之前 就已经被所有的明智之事认为是毫无意义的 而且与事实不符 第二是这条铁律从逻辑上说 与马克斯主义的第一条基本规律 即工人阶级的日益贫困化的规律不相一致 这条所谓的工资铁律宣称 我不打算论述这条违规律的内在妙误 我只是想说明 如果想用这样一条规律 指出在长期内 平均工资率上升到最低工资水平以上是不可能的 那么这也必然表明 平均工资率下降到这一水平之下 也是同样不可能的 因此在资本论第24章末尾所做出的那些论断 底工人阶级的日益贫困化 也就不可能在马克斯与本章之前 所描述和分析的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发生 马克斯伟大预言的主题 即工人阶级的日益贫困化 与马克斯经济学说的主题 即工资铁律是相互矛盾的 此外 这个预言已经显而易见的 被历史的事实所拨到 要想正确地理解马克斯哲学的意义和历史作用 就必须将其与19世纪中期的 各种流行的经济学说进行比较 那个时候的经济学大师们普遍认为 人类各个阶层物质福利的改善在于资本的积累 不光是资本家阶级 所有其他阶级的人们 也都可以借助于 人均可用资本份额的增长而获得好处 这种增长不能只靠出卖劳动之人 工资的增长而实现 要靠资本与人口相比而言的快速增加才有可能 只要没有因为受到侵占而完全绝望的人都会明白 日常经验在向他们表明 否认上述事实的所有企图都是徒劳的 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事实一直就是 工业产品的主要消费者 同时也是生产这些产品的新型的劳动者 就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的没几年 杰文斯 门戈尔和瓦尔拉等人就发展了 用于解决经济问题的边际效用理论 该理论清晰的说明 劳动者在可用资本的增加过程当中也有贡献 今天也没有人否认 丰富的资本供给是改善人类物质福利水平 最迫切最急需的要素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 对付贫穷的方法是施舍 富人或是因求告或是因强迫而对穷人施舍 而资本主义的方法是大量的生产廉价的产品 这一方法还要求通过节俭积累大量的资本 施舍不可能提高平均生活标准 但节俭和资本积累却可以做到 即使是社会主义 也不可能改变这些本体论的事实 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里 平均生活标准的任何提高 同样也是由于先前的资本积累所致 因此唯一成功的反对贫困的战争就是 一方面扫清楚各种妨碍节俭的障碍 一方面废除各种可能导致资本负积累的环境 我们人类由于自身存在的各种弱点和谬误 所以不可能知道通过某个超人类 智慧生物的角度来看 我们的俗世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 但我们能够观察到这样的事实 所有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众 都心照不宣地承认了资本主义方式 在推销其产品方面的优越性 当布尔什维克掌管了俄国政权的时候 他们及其友邦完全相信 经他们大肆宣染的五年计划 将会把俄国改造成市场的乐园 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 全世界都已经看到 共产主义管理东欧和亚洲西北各国的结果 这些国家最适于农业生产 而且在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上 也都是非常丰富的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社会主义管理方式所带来的 只有灾难性的局面 相反的 没有必要做任何宣传 也没有任何理智健全的观察者会否定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要远远优于共产主义 或者是社会主义各政党 所鼓吹的那些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优越性就在于 它是按照每个人对其他人 所贡献的满意程度来给付酬劳的 因此在社会分工的体系内 这个体系会激励每个人去竭尽所能 一个人为他人服务的越好 他所能获得的报酬就越多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 消费者是至高无上的 而他作为商品生产者 和为大众提供服务的身份 又会迫使他为其他消费者提供服务 正心酬的人 其酬劳是消费者按照他所提供的产品 按治论价的 如果雇主付给工人的酬劳 多于后者所应得的 那么他就承受了销售损失 如果他所付的酬劳 少于工人所应得的 他虽然能够获得额外的盈余 但是这也会吸引新的竞争者 挖走他的工人 从而使工资水平 又回升到损益平衡点 至于人们如何依据 或多或少存有偏见的观点 来评价这些薪酬体系并不重要 有人可能会认为 一位歌星或者是拳击冠军所得 要比一个码头工人的所得高出好几倍 所以这样的薪酬体系是不公平的 但是我们要怪也只能怪大自然 为什么不让所有的人都具备唱歌 或者是拳击比赛的才能呢 消费者的生产需要利用资本品 也就是各种生产工具和半成品 资本进入生产就是因为节俭 也就是说因为暂时抑制的消费所致 资本品所有者获得的收益 并非来自工人或者是向消费者的掠夺 而是资本家因为延迟消费而获得的酬劳 不存在一般的生产 生产的主要问题是计划 生产什么生产多少 以什么质量生产 怎样生产 在哪生产 生产往往都是为了满足未来的需求 假如未来的处境不确定 那么生产就会总有风险 可能获利也可能亏损 这就取决于企业家的方法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人人都可以自由的选择 为其他人服务的方式 不存在强迫个人 必须选择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 或者为其指定某个特定的社会地位的力量 这正是资本主义体系 与以往的身份社会 以及现代的专制集权社会的区别所在 拥有市场主宰权的消费者 由于对更多商品贪得无厌的喜好 总是会将企业家的职能 委托给那些最适合经商的人 而企业家也总是会不断地寻求 最佳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 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在资本主义体制下 每个人都有机会得到一份 可以为消费者服务的工作 任何资本主义制度 都不会对消费者的这种主权地位存有意义 而所有的资本品 也必须投入各个行业 以便能够满足公众最急需的 但至今尚未充分得到满足的需求 资本主义之所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是因为在这一体系当中 个人的长期利益 总是与其他个人的长期利益相互一致的 因此出于一己私利的个人 也可以为其他人提供服务 至少不会损害其他人的利益 社会主义社会的无能 则是因为在过于僵化的管理体制下 个人的利益与其他人的利益不相一致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每个工人的报酬水平 决定于他的工作为商品所附加的价值 一个人工作的越好 其报酬就越高 因此他个人就很乐意去做好一份工作 然而在社会主义体制下 却不存在什么个人诱因 来激励个人去发挥权利 假使他想更热心的工作 那么他为此而付出的所有辛苦和劳烦 只会给他自己带来麻烦 他的过分努力充其量 也只能给极其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产品 增加些许价值而已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 不同劳动者的一切成果 军规生产管理当局所有 然后在他的同事们之间进行分配 至于每个人的贡献到底有多大的价值 根本无关紧要 因而也就不存在 即给个人去努力发挥财能的诱因 日常生活经验 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了 这一陈述的重要性 关于这一事实 没有谁会比俄国共产党的管理当局 知道的更清楚 在资本主义国家 每个公民都清楚的知道 只要他为其他公民的物质福利做的越多 贡献越大 那么他自己的生活就会越好 在满足他人需求的工作中 他同时也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 这一点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成员来说都是一样的 无论你是资本家 企业家 还是工薪族都没有区别 所有反对资本主义的理论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 那就是他们错误的歪曲了资本主义的节俭及其结果 还有资本积累在人类的生存努力当中所发挥的作用 我们知道 动物和野蛮种族勉强能够糊口 而人之所以成为人 就是因为他积累的财富 使其有可能花费更多的时间 去沉迷于能够满足其多方面需求的方式 人类一切文化和精神的卓越成就 都是以资本积累为基前提条件的 而要让这些建计的生产方式成为可能 节俭是基础 而且是改善人类体能 智力 以及道德状态的唯一方式 某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和那些贫困落后不发达的国家有差别 就是因为它具有更高的人均资本积累率 并且能够在生产过程当中利用这些资本来投资 地球上有很多地域 大自然为己所分配的原始资源 要比创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白种人 所居住的地域要好得多 西方文明一切成就的取得 只是因为建立了道德和法律的制度 只是因为这种制度保护了个人的财富积累 保护了个人 为了反抗统治者的巧取豪夺而进行的生产投资 在东方 私有财产实际上是出于官员的恩赐 而在西方的法律制度下 私有财产却是社会构成的基石 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体系 常常被描述为一种消费者的民主 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有权投票 这样一种比喻性的说法还是可取的 但如果我们真的要接受这种比喻 我们还需要指出 被称为民主体系的这两种体系间的重要区别 第一 在代一制国家的政治民主当中 人们投票选出一些代表 这实际上是选举人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而将其交给被选出的官员 而在市场民主体制下 投票选举的目标并不是人 而是人所达到的成就 亦他所努力的产品 选举人在此处并不需要对候选人未来的表现 表示出盲目的信任 他只需要对一个人完成的产品 表示赞同或是不赞同即可 第二 普通的选举人虽然有选举权 但却可能没有能力 对政府的政策问题做出中肯的判断 然而一般的家庭主妇 却有很强的能力 可以判断出哪个产品是好的 哪个产品是对其家庭有益的 哪个产品是不好的 对其家庭是无益的 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互为一条件 民主政体是市场经济 在政治发展上的必然结果 而社会主义体制 则意味着 领救人物拥有无限制的专制权利 在西方外面国家当中 代理制政府的产生 是由于资本主义着剑取代了 正在瓦点中的封建社会体制 而血腥的独裁专制政体 则是由于政府一步一步的 加深对商业干预的结果 社会主义体制 还不只是废除了市场民主 它还和政治民主毫不相容 由于目前在政治术与使用上的混乱 很多人被所谓的政治民主引入歧途 因而在左翼和右翼政党之间 产生了欺骗性的区别 在19世纪初期的欧洲各国议会当中 反对专制主义支持议会制度的政党 通常要坐在议会主席的左边 而它的对手 及专制制度的走狗们 则通常坐在主席的右边 而在今天的美国 人们却把支持宪政和经济自由的党派 称为右派 将支持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学术的人 称为左派 这真是语言上的混乱 有关资本主义体系的成就 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 还有很多东西可说 然而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 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所做的根本性的批判 那就是社会主义不可能创立 任何一种经济学的核算体系 因而在满足人类的需求方面 也就缺少了衡量这种满意度多寡的 任何一种有效的方法 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 受到多数人拥护的社会主义体系并没有长处 社会主义尚在黑暗中摸索前行 从他自己的观点来看 也就是从社会主义生产管理者的观点 以及其人民的观点来看 社会主义尚无法对社会需求的数量关系进行核算 到目前为止 这种计算能力的缺失 还没有给共产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带来麻烦 因为他们仍然可以利用 建立在资本主义国家市场机制上的价格理论 市场经济之所以伟大并且具有无可比拟的效率 是因为可以对一切经济活动进行核算 换句话说 他能够计算出每一种活动的成本到底是多少 将每种活动所需要的物品的价格划算成货币成本 我们就可以确定哪些活动可以做 而哪些活动必须放弃 当然还有很多活动 其成本还不能仅用市场上有确定价格的物品来衡量 还需要一些无价格的物品 不过这些无价格的物品 其价值可以由喜爱他们的人直接决定 如果某市政府当局的一项工程 除了正常的货币成本外 还需要拆除一座历史遗迹 此时就可以考虑到人们对历史遗迹所怀有的情感因素 而不能只是简单的把其确定为一个货币价格 经济学计算有一种操价的力量 它是人类的一切活动 以及在一般经济事件上开展协缩的激励因素 它是人类智慧的伟大成就 正是这种智力工具使得人类超脱动物的生活 而不断提升自身生活的一切努力成为可能 人类经济活动和技术成就的历史 向我们展示的只是一些根本性的变革与创新 是人类智力以及牟利发展进程当中的一些转折点 比如关于蒸汽动力的利用 历史只不过记录下了蒸汽动力时代出现的一些前提条件而已 如果只求助于这样一种简化的历史 那人们就很容易忘记蒸汽动力这一概念 其实还涵盖了在利用蒸汽的过程中 人类所采用的大量的方法 最老旧最原始的蒸汽机是经历了一连串的演变和改进之后 才成为可适用于各种途径的蒸汽机械的 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学范畴中 不存在任何永恒或固定不变的技术 而只存在这样一种持续不断的趋势 追求最佳效能和最低成本 经常更新生产手段以满足消费者的多方面需求 正是成千上万种技术的改进 才使得出现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中的汽车 演变成了今天我们称之为汽车的商品 而将这种改进转变成为人类思想上固定习惯的 则是依照富士机商法的布机系统 采用这种系统 企业家可以计算其产品构成上的每一项成本 并且由此找出管理及生产经营的最佳方法 也正是有了这种智力手段 才有可能对各种生产方法的效用进行量化的比较 有了这种手段 才有可能消除一定数量的劳动和生产资料的技术性浪费 也就是说 通过抑制劳动和生产资料的某种用途 而将其转移到另外的生产用途中 从而可能以更恰当的方式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最近的两个或三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史 为这种资本主义手段的有益作用提供了大量的例证 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 当时的西欧和中欧地区的人民平均生活水平是令人震惊的糟糕 而是这种生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 并非出于当权者的政令 而是出于一批有进取心的人的理想和行为 是他们在盈利动机的激励下 发挥了才能和勤勉的结果 目前在这持续发展的进程当中 仍然有这样一批人 他们把国家几乎完全自己自作的经济 转变成了工业体系占支配地位的经济 把各自估给的经济区域转变成了全球市场 这些国家目前的生活水准 与美国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相比已经非常高了 这全依赖于制造品的出口 而绝大多数制造品则是用进口的原材料生产的 经济学计算使所有这些生活的改善成为可能 并对商业行为进行调整 以使其能够持续不断地改变需求状况 和各种商品与服务的供应状况 马克思并非社会主义理念的创造者 而且对社会主义国家赖以立足的 经济计划的各种无效的实验 也没有说过任何话 事实上他激烈地反对这类非科学的常识 只有对他自己所创建的社会主义 以社会主义的到来不可避免的预言 他才惯之以科学的称呼 按照他的看法 这样一种科学解决了达尔文和迈克斯威尔的 同代人没有解决的问题 通过批判和贬低所为被资本主义社会 所完全玷污了的每一种学说 马克思主义获得了神圣的光环 似乎成了未遭玷污的卓越的纯科学的代表 和黄金时代即将来临的象征 马克思反对一切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论调 但是马克思的学说之所以能够受到欢迎 这类民族主义情感又恰恰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近代资本主义者首先在英国发展起来 而西欧和中欧的沙文主义者们 对于本国人民只能做大不列颠锁发明 并加以完善的资本主义方式的模仿者 总是感觉不是很舒服 随着资本主义方式在全世界各地的普及 这种奋满的情绪便越积越多 欧洲的斯拉夫各族以及亚洲和非洲的居民 也在仿效欧洲发达国家的过程中 保守着文学艺术社会科技和经济等 与内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折磨和困扰 于是有人谴责资本主义为降临到人世间的恶魔 而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他们重新建立道德上的平衡 由于马克思的哲学不必为资本主义 这个最不公正最有害的制度的出现负什么责任 所以他不会被视为道德和智力低下的证明 相反倒成为了优越的象征 在资本主义力向的影响下 国家和市政当局对各类企业实施国有化或市有化 执行这类政策最有利的就是比斯麦首相 所领导的德意志帝国政府 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称其为他那个时代 国家社会主义最杰出的范例 当然这种社会主义趋势在其他国家也很盛行 被编派社会主义的领袖希德尼韦布 在19世纪80年代就声称 社会主义哲学不过是关于社会组织原理的思想 和明确的主张而已 在很大程度上早已被人们无意识地加以接纳 他认为19世纪的经济史 其实就是几乎是社会主义不断进展的基础史 几年后 一位著名的英国政治家威廉·哈考特爵士也说 我们如今都是社会主义者 1913年 一位美国作家埃尔默·罗伯特 就将德意志帝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定为君主制社会主义 准确地说 正是各国政府和市政当局的这类社会主义措施 首次引起了对社会主义的一些问题的普遍关注 尤其是对企业公有化管理的天然无效率问题的关注 服务不善和赤字增加 几乎是所有国有化或市有化企业最显著的特征 人们普遍认为必须对企业的经营方式进行根本变革 但是却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遭遇的毁灭性失败 是德国人葬失了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心理平衡 这就让他们在1918年 甚至要比俄国更急切地想实现全盘社会主义化 他们认为这是向获胜的资本主义国家 如美国、WD和法国实施付出的最佳办法 但是他们首先需要克服的一个巨大的障碍 就是如何才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管理社会公有化企业的方法 德国将这一任务委托给了一个由社会主义专家和大学教授组成的委员会 这真是一个十分荒唐的场面 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左翼 他们充分自信其革命行动是人类历史上所实现的最重要的转折 并且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斗争后终于获得胜利之时 却不得不承认他们并不知道随后的进展该如何开展 因而不得不期待一个由专家和教授组成的委员会来告诉他们该如何做 当然这个委员会并未能解决建立该委员会的初衷所要解决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不过其中最有名的希尔菲丁博士和熊彼得教授 倒是撰写了一批处理各类经济问题的著作 该委员会始终未能找到一种能够合理而且成功的指导企业运营的办法 一种能够像资本主义企业那样追求利润的方法 如果想要理解过去50年间的历史进程 就必须牢记这些事实 地方文明国家和工业国家的群众 很容易被一些疯狂的宣传家说服 而去接受各种反资本主义的学说 或者是去投那些主张一切经济活动 均由中央计划支配的政党的票 在铁幕这一边的文明国家中 大多数选民和政府官员都将社会主义信条视为真理 而教育界和新闻界也很少能够容忍针对社会主义概念的批评 然而我们指出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那个无可弥补的弊病 却仍然确凿的存在着 也就是说在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中 任何形式的经济计算都是绝不可能的 对任何企业和商号的集体管理 都会不可避免的导致财政上的失效和服务上的贫乏 对经济事务的官僚化管理 其效率低下早就有目共睹 而将工业上的集体管理原则 加以无限制的扩张的思想 甚至让那些心胸最为狭隘的社会主义政治家们 也感到不寒而立 俄国在1917年实现了社会主义 很多半文明国家也紧随其后 因为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 光靠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 并不能了解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因此列宁认为他既然已经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 将像优正那样运转的原则 那么他就完全有把握 驱散一切有关社会主义经济正常运转的疑虑 在他看来 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 使他能够正常的运转所必须的主要条件 就是计算和监督 并且他断言 这类工作已经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 而成为非常简单 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够胜任的手续 进行监察和登记 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的字举 这样一种极其明显的毫无意义的断言 也只能给俄国那些无知的 但却自封为知识分子的人听 正是这些人自豪地认为 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部队 正是他们推动了进步和文明 这种论调会让所有落后民族的沙文主义者 心理上感觉良好 因为这些人将在本民族的文化 与西方文明加以比较的时候 产生出不舒服的感觉 然而这种论调 却不可能诉诸西方的工业国家 美国人就不会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将会成功 并且会让所有的人幸福生活这样的蠢化 因为这样的制度 竟然把优正当作其经济运行的模式 而且要把整个社会组织成为一个管理处 成为一个劳动平均和报酬平均的工厂 这就是西方外面国家今天的处境 民众总体而言都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或者是共产主义的热情崇拜者 而选举产生的政府官员们 也很少会错过任何一个场合 而来宣泄他们反资本主义的激情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的效能 但是一旦真有机会给了他们 可以让他们全面的实践起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时 他们又都缩了回去 没有人在指望吸着的社会主义民主党 或者是英国的工党 会对他们的社会主义规划施加任何影响 他们能做的无非是骚扰商人 并从破坏生产的方法改良重取了 今天各民族分界并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比造成的 因为在一些非共产主义国家 其政府和绝大多数被称为知识分子的群体 也同样服营于社会主义信条 而采纳列宁全面社会主义化主张的原因就在于 他们不得不承认 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方法存在严重的缺陷 他们认识到 在向企业的社会主义化道路上 每深入一步都将严重的损害 每个产业所生产的产品和数量质量 每个人都明白这样的结果将首先损害全体工人的利益 因为他们大量受贵于企业和工厂 而成为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主要受益者 当然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勇气公布揭开这一事实 虽然人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马克斯之前的一些社会主义作家 曾经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组织和运转设计了详细的规划 对于经济学家而言 很容易指出这些规划的荒谬性和不切实际 但马克斯则小心避免了这个棘手的问题 并且批评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处理这一问题所尝试的 都是孤托邦的空想 他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到 社会主义必定要作为人类进化的最高阶段而出现 而且会以尽可能好的方式安排和组织一切 然而问题的癥结在于 社会主义理想的每一步实现都会不可避免的导致 并将永远导致经济运行的失效 而社会主义者又根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样的结局 社会主义政策之所以在一些国家已经终止 并在另外一些国家正在终止 是因为人们今天已经有机会可以比较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转状况 自称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东德的社会主义者们 则以更特殊的方式承认了马克斯主义梦想的破灭 他们修建了一堵墙试图阻止他